请请 给我倒杯茶去 谁呀 是英国那位还是英国那位他妈呀 英国那位 刚才还用英文通话来着 开始笑 接着就哭了 情感危机 你少操心别人是吗 这要怎么样啊 好事 盛总 你看 在电脑上输入 唐州职业介绍所 再输入诚信和 这仨关键词 欲辱欲成就上手印了 废话 这都是花钱请人做的 哎 我问你啊 这是你贴的吗 谁让你贴的 还有吗 腾头给我烧了 这是城市牛皮血 你不知道啊 回来了 门工 赶紧给熊总拿张纸 把脸上的眼泪擦干 省得这么真诚的一张笑脸看着都假 我真的吗 没劲 你是领导 难为我 以前我堪称是心灵鸡汤的专卖店 从泰格尔到习慕容 从马鲁金到余敏红 张口就是一套一套 不过我现在是一句都想起来了 真诚点 我认真的 恋爱是让人快乐的事 要是不快乐了 那就不叫恋爱了 好 高厂长 是我 我正跟郑主汇报呢 我一会儿跟他聊完 给你打过去行吗 说个正事 肖男职业集团 集许五十个技术工人 对 等米下锅没法开工 南宁那边有一家倒闭的造水厂 和大量员工下岗 我已经问过了 五十几个名额没有问题 我想用劳通派遣 把他们打包给肖男职业 中庙价每人每月六千五百起 比正介绍费要多了好几倍 先打住吧 我们公司没有劳我派遣资质 这不违规吗 你死心眼啊 在南宁先找一家有资质的 用低价把这些技工签下来 派遣给我们 然后我们再以每人月六千五的价 把签给肖男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能行吗 我得打个电话给图律师问 我问过了 不如KK的没问题 高厂长 我跟你郑总说过了 对对对对 那 咱们就开始走合同呗 行啊 你这做不对啊 你看 求职登记手续费 你得单独做一个文件 跟用人登记手续费 做成两个文件 好 我晚上赶过来 还有啊 那反馈意见程序啊 谁下姑娘啊 你女朋友啊 可以啊 来这哪儿来的 这是郑总以前的电脑 淘汰了给我用了 可能是郑总以前的 你看 真实 不要盯着人隐私看 估计是以前 回走的前女友 要不不可能我们没见过 我去买果汁 你还喝个木瓜汁 好 我的先 我 就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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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三个家政公司的大数据我这都有 我跟他们是有群有圈有联系 你自己看看 这些优秀的家政人员这都带红星的 给我们介绍几个呗 我们公司就缺少这样优秀的榜样 价钱你都知道了 能接受吗 嗯 让我您坐坐啊 好好好 我把那边带什么给你看一下 这个 这个 放这儿 干什么 郑总 你太累了 给你找个洗脚的 洗洗舒服 琳达 辛苦 好好弄啊 好 有挑中的 给我打电话 好的 辛苦你了啊 那 那个 别碰那儿 我我我怕你 行 这样就行 对了 有个电影就是说洗脚妹的 你看过吗 电影票太贵了 我哪看得起啊 领导要是请客 我可以看 没问题 不过那个电影已经放过了 现在看不着了 讲过什么名字来着 就是那个 那个长得白白胖胖的大美女 同行不爱看同行 你想不起来就算了 美国大片也挺好的 3D的 科幻的 变三呀 升五呀 还有克隆和机器人 都挺好的 除了科幻的 你还喜欢看什么呀 爱情的 爱情电影我喜欢看老的 感人还不见 好好好 感人而不见 你这话 比那影评人水平还高 小妹啊 行了 今儿就到这儿了 刚才忘了提醒你 别人在算账的时候 旁边不能谈论爱情电影 真的 对不起 我不知道 林总 小慧 结账 送客 好 好 明天千万把他流水 账不太大 忙不过来是吧 干吗 干吗 我问他掰了 彻底的 彻底的 真正的 你听我说啊 你是不是要劝我坚强一点 没想劝你 我倒是希望你别装坚强啊 这分手怎么可能坚强呢 啊 伤感 脆弱 就像你现在这样 我是想说啊 伤感脆弱 更便于把难过释放出来 凉了 我觉得他妈呀 就是个奇葩 张口闭口就是呀 贵族呀 气质 没见到他妈之前 我还以为是多优雅的人呢 那我见了以后 不过也就是一个戴着发卷啊 穿着顺衣满肩溜达的那种嘛 要比贵族 我比他贵族多了好吗 还沉甸要求我 不说了 先散 那他呢 他又这么同意跟你分手啊 他 其实挺有主意的呀 我们上学那会儿 好多女孩喜欢他呢 他就喜欢我 一直只有直到毕业 那不不不 这追求异性不能代表有主意 那二百五还会追异性呢 这只要是到了年纪 动物还有发情期呢 所以 这不能代表 他有独立的判断 你这个伦敦的男友 就这么去从他妈的 他妈妈说的 是吧 贵族切成 那本身就是透着一种荒唐 透着一种不成熟 透着一种 没主意 真的 你看我们郑总 雷打不动 我们屋住是个 搞传销的 你去我他家几次 挺多吃的呀 你到这边来以后 每个商务都去他们家 我今儿就试着猜一下 他从小就失去父亲了 对对对 他很小的时候 他怕他怕就走了 家庭的缺失造成了 心理上的缺失 你那个男朋友 他想要长大 还要等很久很久的时间 或许他根本就长不大 谢谢小姐 我 我 我不用 熊总 刚才听你说的 我觉着你英国那位 那就是回收不到的应收账款啊 一笔坏账 整体资源那跟郑总比 差远了 什么意思 你跟那人吹了 你没发现郑总很 嘴甜 从什么呢 我对他俩做过对比啊 除了出国留学这一项 剩下的 我们郑总完胜的那 英国那一笔坏账啊 他对你 很有喜感 喜感还是好感啊 那不都是一个意思吗 喜感好感太不一样了 喜感那是你的 想通了 你怎么看出来我想通了 我看你那眼都发亮了 你觉得 感情问题 一身即为财政问题吗 什么意思啊 不明白 那小会干干跟我说 熊总 你 他说 他说 站住啊 上厕所 坐下 他说什么 他觉得 我那位是整体资源破产 属于领怀长 对 根据应收账款的 账领长短来估计坏账 一般来说 账款拖欠的时间越长 发生坏账的可能性就越大 哎呀 言 你再给我言 处理坏账的两种方法是什么 两种方法 他 这个 我这肚子 你还真演哪 我没演什么 确实 没演我 我脑子疯了 不可能 你们绝不可能再说坏账的事 快 把猫腻说出来 我说 利索点 我就说 他那个 英国男朋友吧 不行 一笔坏账 不如你好 你说什么啊 灰神工 郑总 我觉着你跟熊总挺般配的 他跟那人分手那就是他的命 你说熊总有什么不好 我说灰神工啊 你给我保没拉签呢 反正今天这层窗户指示捅破了 以后 那以后我就看你们自己的来位 不是 他哪儿好的呀 心眼好 你不知道他骗过我钱啊 不知道啊 熊总 骗过您的钱 您还能跟他在一个锅里下筷子 还能讲 男人女人柴鸡蘑菇的事啊 这不更说明 您有问题吗 就您今天 跟西角妹在那说说笑笑的 熊总就酸溜溜的 瞎说 他那是烦躁失恋了 前两天他在我电脑里 就 就这个 你给我这个 看到一个女人的照片 我跟他说 这是你以前的女朋友的 他就很不开心 那一天都 那样呢 我都嗝过了 哪有正事啊 这儿呢 泡一张呢 都转到一盘根木录下头了 这女呢 比熊总差远呢 那个乔永还没回来呢 你这不是管得太多了呀 熊总 熊总 郑总晚上追问我 跟您说什么了 我最后说实话了 我就说你俩挺合适的 这 这会儿我晕 脑子里一团浆糊 明天不管怎么样 您别生我气了 我错了 不用回府啊 没电关机了 对 对 规律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们干嘛的 同志 同志 我不是跟他们一伙的 我是职业教组的 你没看我自己一个屋吗 让你们的人手出电梯复制好了 收到 马上带走 都带走 我不是跟他们一伙的 我是职业教组的 请给一下个头 乔总 乔总 你 你跟他们说说 说说我到底是干嘛的 越跟他们说他们越不见 你必须跟着去 他到那儿游了凭路啊 再有人问了你就没事了 走 警察叔叔 你让我把电话打着行吗 我 我上班快刻纸刀了 走 走 走 我还得上班呢 我 我说我伤口 陈光 马骑得真好 老总 这批怎么样 太棒了 老去中东学吗马的人 就是不一样 罗总喜欢的话 可以送给您 送我之前 您先说 要我帮什么忙吧 这还用问 一定是山西内煤矿的事 太大 老下办不了 罗总 孟独师长你们先聊 我去骑会儿马 好好好 早上看微信吓了我一跳 你们山谷决定放弃纳斯达克 选择纽交所了 罗总怎么看这条消息 研究不深 我感觉 纽交所更了解山谷 推广定位宣传更准确 并购的事 你再考虑考虑 谢谢孟主席 重视中宝 让我再想想 可以 时间还有 对了 公司的人在打听 那个贾勤飞的下落 没消息 帮我打听 也不完全是 我也好奇 那时候 你就没想过帮帮她 赏过这种念头 仅此而已 她未必需要我帮助 明天我就去美国了 下面的人一旦找到她 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孟主席 您要是像您说的那样 尊重我的话 就不要去找她 更别说帮我 找到了她 对她来说 或许是场灾难 会吗 下不找来了 下部长步履矫健呢 还刨起来了 普京啊 孟主席也会恭维啊 法国银行有他们的套路 那头条件更清晰 我注意到他们理财这一块 分工用人 跟其他银行就不一样 这是他们的业务特点决定的 简单地说 他们是为在华的法国人 为去法国欧洲的中国人 提供理财福 所有的岗位上 我们可以为他们找 最合适的人选 但个别位置上也许 我们不能为所有人负责 不明白 有些职位也许要犯错误 什么意思啊 理财这一块 他们的服务对象都是高端人士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欧洲人 这些人的资料很重要 我们将来会需要的 原总的意思是 偷资料 瞎说 公共资源可以共享吗 银行的客户资料可不是公共资源 既隐私又绝密 我们银行的客户资料 几乎等于是公共资源 这种计划得向老大汇报一下 没必要汇报 爱无必爱的行动 美国总统经常是不知道的 那这算是猎头呢 还是派卧底啊 没必要想那么多 为公司好 对发展有利就是应道理 你给我负责人选 我明天要回北京 总部那边有接待任务 物色人选跟你才在哪个城市 没关系吧 我躲还躲不开了 吓坏了吧 可不吗 惊醒在梦中啊 警察也去你屋了 你去哪儿了 我就是起着早 出去跑步了 跑步 那你运气太好了 你先去执介所吧 我去做个回访 好吧 那个提前表有吗 有 每个人一扎啊 填写完这个表就有工作了 小姑娘 你给俺们说说这表呗 姓名 年龄啊 性别啊 血型啊 这些东西你就如实填写 这些东西就行了 这些健康情况啊 郑总 印刷厂的数据 要签字 你想拿到多少工资 但是呢 这只是做一个参考 他不做数的 这个业务自评啊 谁要做手就都行了 你看人家万一要找着你们 要让你们去上工的时候 你找不着人 那不可能吗 那肯定不行嘛 对不对 签帐 一定要先签 签帐 签帐我不知道吗 你不认为我做案子 你以前还是做过这一行的吗 对不对 你临时懂的 然后你们要是没做过 那什么东西 你们要去到用人单位的时候呢 那起码给你 你让一个好的印象 对不对 然后你工作后 然后你工作后 你给你高工资嘛 然后你给你高工资嘛 然后化个淡妆是吧 冲啊 嗯 那有人被抓走了 不会回来了吧 不会回来了吧 判多少年都不知道呢 回不来了 不是领头的也不一定会判 他还是受害者 不不不 他是中高级管理者 会判的 那个房子空着来了 赶紧把它租出去 那是我们那儿最好的意见 一位签六呢 你下午就挂到网上去啊 好 那我现在杭州的房价 怎么这么贵啊 我那一间都要三千五呢 找件便宜的嘛 便宜的 便宜的住着又不舒服 你可以搬到我们那儿去啊 啊 便宜和舒服呢 是可以同意的 而且是我们高度同意的 把这些东西全给我收走 我一分钱不要你的 但是有个条件啊 你得把这个污垢收拾干净 第四款 长二米一 宽三米二 就这四款 窗帘加工 窗帘杆 再加上安装 打包一块算的行吗 可以 我刚选的这个第四款窗帘 是给女孩用在卧室的 您觉得合适吗 很好 您这眼光 大哥 您是搞艺术的吧 搞过 搞过的 就差个女主人了 怎么了 帮我贴一下 搞到这儿你没心 你这话听着没毛病 但不能细琢磨 这家主人谁啊 是我 熊总要成了女主人 什么关系啊 熊总那吴窗帘老霸气了 用句电影里的话说 那漂亮的窗帘出卖了你的心思 升级版的熊总 快拉 这客厅的窗帘不漂亮吗 你屋的窗帘不漂亮吗 花上呢 什么 您自己说的 青春吧 我照着他名字就好 来呢 青春吧 开门 来了 来来来 往里搬 往里搬 小心点啊 别磕着撞着了 你直接放那边就行了 这个直接放地上就行了 后面赶紧先 赶紧先搬进来吧 就直接往上堆就行了 小贵 把这桌子往那边挪一下 来来 我来来 这几号 四号 这全是好吃的 太好了 这几号 八号 八号直接搁这边就行了 不用管了 小贵出去搭他手 好嘞 这直接搁地上就行了 谢谢各位师傅 谢谢 你来的时候不就一个拉杆箱吗 怎么弄了这么一大堆啊 这么多东西我俩弄得动啊 我知道后来快递来的 不要一连带若木鸡 知不知道我给你们带了什么好东西过来啊 让你们见识见识 烤箱 你们就等着吃我的好手艺吧 给你们做点小面包 比西饼屋的可好吃多了 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香肠 腊肉 咸鱼 这些东西在北方很难吃到的 你们俩就等着留哈喇子吧 好 还有 小贵过来 这是个什么 拿着拿着 你过来 这是 过来 放着 脚步按摩器放反了 把脚放进去 小贵 工作一天了 累了吧 然后一边看着电视 或一边玩着电脑 顺便做一下这个 把它通上电 你试一下就知道了啊 里面热热的 染瘦一下那脚底下乳 熊总 来 反正啊 你们两个大男人 由我搬起来算你们烧了高厢了 不仅颜值担当 而且还贤惠 我就是老天人给你们派的天使嘛 是不是 你要不写完可以换啊 电话我都留了 我 谢谢 别别别 别客气 我算是敲哨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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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您好 一共五十二 先生 您好 起来了 我回来了 好了没有 快点 好了 你来吧 昨晚晚上最后那人 牵手成功了吗 成了 没有 没有吧 我记得 成了 最后那对牵手成功了 是啊 什么脑子你 牵手的不是心动女生呢 最后两人还哭了 对对对 这心动女生 把灯留到了最后 太有缘分了 什么呀 哪成了呀 最后一人灯全灭了 你看 你看我说没成吧 是你记错了 成的那是上一级 玩领导是吧 郑总 十点见梅喜龙的行政组厨啊 地点她订了吗 没有呢 她特谨慎 九点半才告诉我们 见面地点 神神秘秘的 特务街头啊 她已经放假了 没事 手势干净 对 就跟那个特务街头的工作 差不多 这越是高端的客户 她跳槽的时候 越是慎重 那个李开复 和Google是怎么见面的 你知道吗 你想象都想象不出来 她去了一家 高尔扶球场 那个Google的创始人 叫什么来着 我记不清了啊 她 和所有的高管 都是挨个儿骑着自行车 去跟她秘秘见面的 是啊 我做这行那么多年 也没做过什么 神神秘秘的事啊 那是因为你一直接触的 都是低端客户 梅西龙这个行政总组 就是我们开展高端业务的开始 以后啊 保姆 保安 送水员 快递员的业务你主创 我就逼逼高大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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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了 忘了就忘了 来了 行政总图的信息 十点半 再查馆 转拉一会儿 这是以多高度自恋的人啊 不是这个面吗 至于吗 搞得跟间谍一样 你要学会欣赏这种做法 配合各种客户 那是我们的义务 这个行动总厨首样 有厨师长 洪白案师傅 包括配菜子打合的 至少有二三少人 他得对这批人负责 这批人也是我需要的 行政行 我期待你的高大上 要不我陪你去吧 我也不进去 我就在门口守着 说我一个人去 我就一个人去 还有啊 混成功 以后你说话 能不能不要一惊一乍的 还有啊 我那房间啊 以后你就不用帮我收拾了 我自己来就行 总总 你别跟我客气 你就当我是一个机器人 我不会乱说乱看乱想的 没错 是一家五星级酒店 在南京 还是国际联号酒店 说实话 我确实被您的诚意所打动 但我还是不放心 你的直接说 这五星级大酒店的团队大单 怎么会到了你的手里 廖先生这个问题问得好 的确 五星级的大酒店不会给我下单 但是我是第一个 发现你们这对供求关系的人 那对方 跟你接触过 开始没有 现在嘛 至少知道我这个人的存在 廖先生 您可以小看我的出处 但是不可以小看这次机会 这是您和酒店双赢的机会 而且我知道 您和梅喜龙的餐营总监 相处得不太好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发现我的 您有一个外甥 叫陆文伦 是啊 我的直接走开开业的时候 他来我这儿找一份红岸的活 我推荐他去了远海餐营 这孩子很用心 领导很喜欢他 现在已经做到领班了 他的事情 我从我姐呢知道了一些 他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简单说 这孩子知道感恩 他想让我也给您找一个好的去处 那这小姐姐她说是什么原因 一会儿再说吧 在列评网上 我看到信息与您高度重合的孙先生 虽然孙先生不是您 但是我断定就是您 我通过您的外甥查实 这个代替你投简历 留电话的孙先生 就是您的姐夫 那南京那家酒店 您是怎么找他的 互联网时代 专门的人做专门的事 这个问题还用回答吗 你跟他们接触过 推荐过 廖先生啊 您不必做这么多的防范 我做您这单的不是为了挣钱 南京那边 也没有许诺过丁点的报酬 我是看您身处不良环境 要面对复杂的人事斗争 和同性骚扰 不能再空好时间了 四十多岁 正是干事业的时候 能够找到一个 世上才华的平台 那是人身之万幸 我是这样为您设计的 南京这家酒店的CEO 对人才的重视是出路银 他们员工的离职率 也是业界最低的 管理模式 极其人心化 他们的行政组组合约到期 您可以带领整治团队 去接管他们的流口 廖先生的个人档案 我会推荐给一家 信得过的猎头公司 让他们负责您的规划 我建议他们 经营您的第一步驶 后年 这家酒店会在杭州 开设新店 新店的餐饮总监 候选人之一就是您 姑且说 这一切都只是一时之举 不算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 是您作为五星级 国际联号酒店的行政组组 个人信息 被一个高端的 猎头平台录入 这意味着 您的未来 就将在好和更好之间 做出选择了